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北韩女帝 哇哇哇 来了来了 狠度破表 更胜金正恩 寒寒是我会灰飞烟灭 这两天开战了 这个好像女皇帝一样 又来一个什么 五则天吗 北韩的五则天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金正恩的宝妹呢 金与正轰炸两寒 南韩联络办公大楼 第四北韩的 大楼是南韩花了将近18亿兆的 然后呢 文在宇加强备战 南韩的总理文在宇加强备战 南韩呢 军方表示呢 两韩联络办公室遭报破坏后呢 以加强 这个南北韩的军事布局 他就在南韩的边界上面 要加强军事布局 我想呢 他们也很怕呢 就在这个时候呢 不是一个疯子是全球都变疯了好不好 全球都已经疯狂了 而且疯狂到这种 没有动声色就可以把这个联合办公室 2018年才建好的 花了将近18亿耶 所以你看看 这真的是很恐怖 好 如果南北韩开战 台湾处境如何呢 我们等一下来分析一下 好 此战呢 如开打就真的像狼烟生起战好市民吗 就是哦都来了好 现在呢 中国 也是跟印度的边界开战了 好 我们再另外做一集给大家做参考 中共打着北韩牌哦 中共是打着北韩牌 那台湾是隔岸关火吗 好 我们台湾能隔岸关火吗 等一下来分析金正宇跟金正恩到底会不会真的开战 好 当然我们之前呢 大家都在讨论说金正恩是不是挂了 是不是死了 我也做过一集金正恩还活着 那很多人就说那个金正恩的替身啦 但是实际上就是金正恩本人啦 好 北韩呢 去讨论 然后金宇正就发狠 真正炸用就开手来炸了 然后呢 北韩呢 炸毁了两国联合办公室以后呢 没有预警哦 南韩文在寅怒刺北韩的金宇正说 这简直是太离谱了 然后呢 他说金宇正刺文在寅说是无耻 然后呢 文在寅骂金宇正是粗鲁 一个很粗暴 一个粗鲁 一个女孩子看起来那种 哎 若不经风哎 但是呢 他都作为像谁呢 就像我们中国大陆以前的五则天 就像五则天一样 但我觉得啦 现在呢 你看哦 他比他哥哥更狠 他 永远他的角度是仰45度 他的脸永远仰45度角 所以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狠角色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如果金宇正威胁动武的话呢 战争是一触即发 我觉得南北韩的战争 可能也会爆发出来哦 好 那到底呢 翻脸炸了以后呢 这个炸锅以后呢 那重启武器的 很多地方 重启武装 不是重启武器 重启武装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掌权接班金正恩的态势 看起来就是 基本上就是 将来就是他接班了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6月9号就切断了南北韩的通讯 南北韩的通讯网 那这个南北韩通讯网在之前呢 我做了一集节目呢 我就讲说5月份开始呢 电信通讯呢很多东西都会断线啦 果不其然他隔天哦 我6月8号录的节目他6月9号他就把南北韩切断了 好 2018年建好的这个完成的这个联合办公室呢 已经开始了 灰灰烟灭了以后呢 清瓦台 南韩的清瓦台 紧急呢 召开了国安会议就是NSC 好 那如果这个南北韩好不容易呢 才沿河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金正恩跟文在寅呢 两个人还跨越了那个南北韩的中线 然后呢 哎 互相呢 赠送东西 才历历摘墓哎 现在就开始了 好 所以我们来先看看呢 到底呢 北韩将来的女帝 她的八字是怎么样 来我们看一下 金语正1988年9月26多年轻啊 88年是属龙的 77年次 如果我们中华民国的那个年龄来看的话呢 9月26号出生的 你们知道9月26号是什么星座吗 天蝎做的 好 来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她的命格里面呢 她是做命生同工紫薇贪狼星 杀破狼的格局耶 好恐怖哦 你看哦 五魄 五魄坐在她的三方市政 然后呢 她的事业工作联萨 联萨加五魄加 这个紫薇贪狼 紫薇的命格是这样子 我们先讲紫薇的命格 如果在有工跟保工 其实不太一样 有工的话呢 她是属于那种 比较敢大万为型的 那在保工的人 她会比较安分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保是日出的浮伤的太阳 隐公是日落西山 日落西山她就说 我说了算 我讲的就是我的 我说了就是一定要干到底的 不一样的命格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她有一个贪囊化禄 然后加上一个本命的禄存心 然后呢 莲征七煞天葵 千怡公做右臂化科 如果以她这个运势上来看的话 她走33到42岁的运势 她今年刚好是33 7岁 33岁刚好转到这个太阳 阳刃在中午的公位 五 今年中午的五 就是我们每天中午那个五的公位 五的公位是什么 皇帝位 位的公位是皇后位 所以呢 她代替了她哥哥当皇帝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她刚好走33到42岁 五五大运 五五大运的天机化迹 又来一个天机化迹在哪里 兄弟公 天机化迹在兄弟公就是不与人为善 我常讲天机这颗心呢 她就是自己呢 在做什么她有时候脑筋都会嗅躲 你知道吗 天机她代表智慧 但是呢 有智慧没智慧呢 跟这个天机化迹有关系 所以呢 她现在就一开战以后呢 就先 就先炸了那个南北韩的那个共同办公室以后呢 我觉得联合办公室被炸了以后呢 她这个天机化迹就完全显现在她的本命里面 好 这更可怕的是什么 她本命天机化迹 我们看哦 物成年出生 物就是天机化迹 然后呢 这个大运又是走 这个物武 物武大运 两个物 天机化双迹 天机化双迹就是说不与人为善 绝对不与人为善的 所以呢 你顺我则是生 逆我则亡 顺了她的义 就会活下来 逆了她就怎么死都不知道的 所以呢 从她的命格里面呢 我们已经哦 呃 窥见端倪 那这个状况呢 我们来看她今年的运势哦 呃 其实不是她是天秤座的 不是天蝎 对不起 差几天而已哦 好 2020年呢 她33岁呢 走的是天良心 然后呢 天童化迹在她的极恶宫 呃 财博宫走天机化双迹 三个化迹 三合 一个天童化迹 加上天童化迹她的本命宫哦 在这个她的龙的宫位 她属龙 77年次哦 1988是属龙 好 1988属龙的话呢 她今年流年呢 刚好是天童化迹 天童化迹加上她 大运化迹本命化迹 好 三个化迹走在一起的时候呢 她就先下马威了 天机就是主 临近国家朋友 亲戚兄弟都算 就是兄弟姐妹也叫天机星 然后呢 朋友也叫天机星 所以呢 跟南韩开干 所以她不怕 她脑筋有袖朵你知道吗 其实说起来她真的是脑筋袖 为什么 双天机化迹 那就是代表脑筋有问题 这个既然是脑筋有问题的同时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她什么 会不会继续天机化迹呢 好 天机化迹还会出动兵力哦 天机是什么飞机 天机是飞机哦 她可能 天机跟飞机有关系 所以她可能还会出动飞机哦 巡逻 盘旋 然后天机也是代表什么 这个月是五曲化迹 四射飞弹又来了 不管是远程航程 她都会四射飞弹 所以在这个月当中呢 我们要特别小心有这种现象发生 好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她整个运势呢 在农历的五月就国历的七月份 是五月跨六月的同时呢 五月跨六月的同时呢 六月份这个月是五曲化迹 六月份是碳囊化迹 碳囊化迹她的本命哦 所以呢这两个月当中呢 我们都还有好戏可以看 应该还会继续 看到她 除了军言以外 四射飞弹以外呢 还有边界的一些零星炮火 应该会继续 边界的零星炮 如果文在寅 继续挑衅她的话 继续挑衅北韩的话 她肯定会出手 所以呢我觉得南韩 也是要小心了 如果以这个现象来看的话 接着两个月呢 对这个 整个运势上来看的话呢 是这个金语正的命格里面呢 她是天不怕地不怕 这个小姐我最大 天不怕地不怕 我说了算 她会有这种现象 好 你看她的角度 容易仰四十五度角 其实长得还蛮可爱的 但是为什么她会这样凶狠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金正恩 金正恩的八字到底会怎么样呢 好 金正恩今年的流年来看的话呢 因为她有一个天同画迹 坐在本命 然后舞曲画迹 贪囊加画迹 哎呦我的天啊 哎这两兄妹 其实是一模一样 只是放的位置不同而已 一个舞曲贪囊画迹 在她的命声宫 刚好合到她妹妹 合到她妹妹 只为贪囊 贪囊画迹 你看哦 六月份农历六月就国历八月 是贪囊画迹 这三个画迹 一旦同时出现的时候 哥哥一定是支持他的 所以呢 文在寅真的皮要绷紧一点 那南韩的军事布局呢 要加强会戒别了 呃我觉得南韩总统都很难当 每一届的总统都出大事 上一届是被弹劾 在上一届跳癌自杀 这一届会不会发动战争 我认为呢 如果要去抵触这两个兄妹的话呢 其实南韩日子并不好过 日子并不好过 最好不要骂来骂去 再骂来骂去的话呢 呃中共是挺北韩的 然后呢 美国现在跟中国要言和 台湾能够置身度外吗 我觉得我们台湾也要神经绷紧一点 好接着下来呢 我要讲讲呢 中共跟北韩的关系 怎么样的密切法 好 基本上都是共产国家 都是共产国家 他们也会有心心相惜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北韩好 那中共他会拍手 中共好北韩也会拍手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不同的国情会有不同的文化 那既然不同国情 跟自由民主国家不一样的时候呢 这些政权 他是整个跟自由民主的这个政权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像南韩的自由民主政权 千万不要去挑衅 这是如果文在寅 这个还脑筋袖斗 他还跟着脑筋袖斗 然后呢 口出狂言口出恶言的话 我觉得他是自讨死入一条 实在是没有必要 那个文在寅的命格 你可以看到 文在寅他长相是很温和的 然后呢 他不是属于那种好勇 善战好勇 或者枭雄型的 他不是 所以呢 我认为呢 如果这一战真的要开打 南韩肯定会被搞得很惨 会被搞得很惨 希望不要生灵涂炭 不管怎么样的话 他们要怎么样的布局 怎么样的破坏 其实倒霉的还是百姓 倒霉的还是百姓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在这个严峻的疫情的考验时候呢 这个风云四起 风起云涌 加上呢战火 越来越猛烈 内战不够还要外战 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悲哀 好 我想呢今天呢 讲到这里的话呢 也是要告诉大家 南韩不要继续挑衅 清瓦台 这个国安会议呢 最好就是做一些防堵的动作就好了 不要继续挑衅 如果要继续挑衅的话呢 南韩真的要吃大亏的 好 也非常感谢呢 大家对海洋老师的支持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直播的话呢 不要忘记了 上我的YouTube上面按订阅 这个在我的视频的右下角 然后按赞 多按赞 我的动力就会更强哦 然后多分享给你海外亲友 同学 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 然后接着下来呢 每周一的下午3点到6点呢 我在FB上面 林海云看愿粉丝团有直拍 水晶玉石翡翠都有 如果你要强好看 在这边 赶快加入我的粉丝团 然后呢 也请你的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 谢谢 另外的话呢 如果在海外的朋友们呢 粉丝们 如果你要算运势 JNY888 好 这是我的官网 如果你们需要呢 招财 转好运 这上面有很多 很好的物品 可以让你们招财 招事业 旺财运的 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上我的官网哦 好 谢谢大家 希望我们全球 都不要有战争发生 那文在寅呢 要好好的生思了 拜拜